大家好 我是丽雅 作为目前天津女排队内年龄最大的球员 姚迪在经过了漫长的伤病康复后 已经回归队中 并将出战22比23赛季联赛 在帮助天津女排完成全优惠任务后 姚迪和朱婷张长宁一样都处于休战阶段 还曾一度传出退役的消息 从复出征战联赛来看 姚迪对自己的未来 似乎已经有了新打算 在接受天津媒体采访时 他也谈到了未来 姚迪表示 也有对后面几年做了一个打算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 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才能实现后面给自己布置的一系列的目标吧 虽然姚迪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新目标是什么 但既然有了新目标 那也就意味着他将继续驰骋在赛场 有望站到巴黎奥运会 其实姚迪选择坚持也没有什么不妥 很多球员在经历了奥运会的失利 和原先目标没有达成后 都会打消之前想退役的想法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再奋斗 比如伦敦奥运周期遭遇滑铁炉后 魏秋月 徐云丽等人都选择了再战赛场 最终实现了登顶 姚迪恐怕也是想复制师姐的排球之路 想继续坚持 看看有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姚迪在世锦赛前层表示 想在明年重返国家队 这也是他迈向新目标的必经之路 那么他会重新回到国家队当中吗 笔者认为 姚迪的年龄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需要看主帅蔡斌 对球队建设的全局思考和发展 92年出生的姚迪 现年30岁 如果坚持到24年 那么就将年满32岁 这个年龄对于二传来说不算特别大 国际赛场上这一年龄段的优秀二传比比皆是 但摆在姚迪面前的一大问题是 比他年龄还要大的丁霞在前 他在后 丁霞只比姚迪大两岁 现在依然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二传 虽然竞技状态有所下滑 但是锦赛上还是展现出了老将的价值 淘汰赛和意大利的一战中 他的传球思路和传球技术 仍维持在国际高水平二传之列 就目前来看 国家队只需要一名船帮带的老二传 若是丁霞继续坚持 姚迪入选的可能性将很低 反之将会出现凋零与主打 姚迪替补的情况 此外 蔡斌也需要考虑新二传的培养 丁霞和姚迪可进步的空间有限 再加上年龄问题 打完24年奥运会都将退役 为了球队的长胜不衰 蔡斌肯定会推陈出新 培养年轻二传 如果要培养新二传 那么肯定会挤压到姚迪等老二传的上场时间获入选可能性 一旦新二传快速成长 超过预期 中国女排估计会直接跳过丁霞姚迪的船帮带 让刁林宇带着年轻二传打比赛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姚迪能否重返国家队还很难说 需要看丁霞是否坚持 国内年轻二传是否涌现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